台北日前才发生公车撞入店家的事件 周三美国也有类似的惊悚画面 这辆是洛杉矶的公车就撞上了市中心的力池卡登酒店 幸好只有撞到外墙 但是公车的车头全毁 警方调阅监视器就发现原来这辆公车是先闯了红灯 就算是跟一辆轿车擦撞也没有停下来 还继续一路横冲直撞 原来那公车是遭人劫持 一名24岁的嫌犯持枪威胁司机 顺势是抓住了方向盘就到处乱开 警方后来逮捕了逃跑的嫌犯 才发现他的枪只是一把BB枪 幸好当时公车上也没有其他的乘客 只有公车司机跟被撞的小轿车乘客 两个人受伤送医都没有大碍 警方还在调查嫌犯的截车动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